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很多观众朋友您都在睡梦中惊醒了 这个时间是发生在凌晨一点四十五分 在花莲的吉安乡发生了瑞士规模五点一的地震 地震深度十八点一公里算是浅层地震 花莲吉安感受到五级的震度 接下来在两点十四分还有三点四十三分 都发生了规模二点八还有四点七的地震 幸运的是没有传出灾情 不过这一阵却让花莲吉安光华国小的消防系统故障 在深夜发出了警报声 附近的邻居以为真的失火了 索性虚惊一场 深夜一点多花莲县吉安乡光华国小火灾警报器突然响起 原本是以为哪里窜出了火苗 消防队员整装戒备出动 但四周根本没有火苗 才发现原来是深夜的地震把警报器给震坏了 就在深夜的一点四十五分 花莲吉安发生了瑞士规模五点一的地震 一个天摇地动也把警报器震到了袖斗 只是这个声音不只听起来令人心惊 大半夜的也吵得附近的民众无法睡觉 保全公司急着要找到火灾的警报器 为了好一番功夫才关掉了控制器 一声叫好总算还给了耳根亲近 只是这个晚上花莲吉安一共发生了三次的地震 也让民众吓坏了 还好地震属于正常的能量释放并没有造成灾情 也让花莲人松了一口气 记者综合报道 莫拉克风灾过后迈入第四年了 重建会前往屏东雾台乡的伊拉部落 监督台二十四线 还有伊拉大桥的施工进度 现在已经确定预定在明年六月会陆续完工 在今年十二月到明年二月可以来完成 那U2的部分是采了平衡悬臂工法 行政院重建会执行长陈振川十二月二日上午 会同行政院原民会公路总局与屏东县政府 前往雾台乡伊拉部落 在现场听取施工单位简报 了解目前台二十四线伊拉大桥 与原商道路修复的施工进度 重建会督促施工单位 要把握非讯旗的施工黄金旗 务必要在明年迅起来之前完工 公路总局表示台二十四线四项标案中 已经有两项完工 剩余两项的二十九K处因为灾害扩大 变更设计改为明隧道工程 隧道工程加上伊拉大桥工程 预计在明年六月要陆续完工 要当时是因为台风这个灾害扩大 所以这边是改设计成明隧道 这样要做明隧道的方式 这个预定完工日期是明年的五月 然后后面那个伊拉桥 我们预定明年六月中旬整个完成 至于加募与大陆的联络道路 因为多次风灾影响 斯文党卫虽然已经赶上进度 但是联络道路的工程 并没有包含野稀整治 引起雾台相长的疑虑 他指出大午路段 可能难逃美与弊断的命运 重建会回应将会另案处理 大午这条路不管做得怎么样 反正他现在这种施工方式 简易修复我们其实不满意 你那个地方 如果那个地方 你不把它做好 那个地方没有桥 我跟你讲 只要下一板 大午永远都是步道 这段时间我们怕避免影响到 大午村的进出 到大午村 我们因为有先 怕我们请各单位 还是先救援设计 先把该有的工程做好 因为那至于桥梁 步道的话桥这一部分 我们在另案去做处理 除了勘察工程进度 执行长也邀请知名业者 一同前往里那里 乌兰路子等永久屋部落拜访 希望引进业界技术跟部落合作 推动永久屋的工艺产业 记者歌手 评断屋台马家采访报导 如果来到都会区 要关注的依然是生存问题 因为根据调查显示 台湾四成二上班族的月薪 不到三万块台币 主技处公布调查显示 全国八百多万受雇者当中 有超过八十四万人 月收入不到两万块 而月收入不到三万块的 更是高达三百五十多万人 等于全台湾有将近四成二的上班族 基本月薪是不到三万块的穷忙族 现在上班族工作时间长压力大 不仅薪水没涨 还得面临邮电双涨压力 让不少上班族感态 薪水真的是不够用 像小孩子的教育问题 还有那个房贷 尤其现在房子根本就买不起 所以压力很大很大 就房贷还有一些日常生活开销 那现在物价又比较高 根据主机处最新调查显示 今年五月全国受雇就业者 八百四十六点四万人中 月收入不到两万块者 有八十四点六万人 月收入不到三万块者 更有三百五十二点八万人 虽然比去年略减二点三万人 不过整体来看 仍有百分之四十一点六八 等于有近四成二的上班族 是月薪不到三万块的穷忙族 有学者认为 这跟弃者的薪酬政策改变 有很大关系 此外调查还发现 非典型就业者 包括临时工及人力派遣工作者 占所有劳工数的百分之六点七九 高达七十三点六万人 比去年增加了四点三万人 数字创下历史新高 因此学者建议政府 除了因修改劳基法 让非典型工作者 和正值劳工一样 享有平等劳务报酬 另外也因广设 公立托儿托老及社会住宅 减轻穷忙族的经济压力 避免劳工低薪化 演变成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记者来许徐吉峰 台报道 而如果根据行政院主计总组的资料显示 30年来 20岁到29岁年轻人失业的问题 持续恶化 中演院的院士段景全 前几天就表示 台湾的经济已经面临结构性的困境 如果无法及时解决 台湾恐怕就会希腊化或西班牙化 走在大学校园里 面对明年即将毕业 踏入社会后能找得到工作吗 其实还是有很多机会 只是现在年轻人不愿意做吧 通过机会要靠自己争取吧 主计总处资料显示 这30年来 20岁到24岁的年轻人 到了民国95年后 失业率平均高达10%以上 25到29岁的民众 到了90年破5%以上 到今年1到10月为止 则上升到7%以上 这凸显出20到29岁的年轻人 失业问题持续恶化 中研院院士断井圈曾说过 台湾渐渐已面临结构系困境 如果无法及时解决 台湾恐怕走上希腊化或西班牙化 但有学者更分析指出 以结构性来说 希腊只要景气恢复 年轻人容易就业 但台湾不同 景气好坏与否 年轻人的失业情况还是不见改善 我们曾经在2006年到2008年 这个景气是复苏的 经济上率是上来的 整体的失业率也是在下降 可是在那个阶段 我们的年轻人的失业率 还要继续往上攀升 学者建议 政府应解决长期结构性失业问题 而非只是解决短期的失业率 除了回归教育面 从大学学历转而继职教育外 要能提升企业的用人意愿 不妨补贴就业津贴 下去鼓励企业只要有一个人 政府就在月薪上补贴约3000元 应该就能解决低薪级就业机会 记者沈小青 陈信龙 台北报道 世新大学举办部落 扎根培训计划 许多学员在新北市的西州部落 发表了四个多月以来的学习成果 现场播放着学员们 实地到部落停业调查的心情 今年8月 世新大学原住民族文化传播剂发展中心 举办了扎根部落 用力付息培训营 由来自各个学校的20多位大学生参加 主办单位结合了新北市西州 新竹 前山 高雄 纳把夏 宜兰 韩西 以及花林 万荣等五个部落 学员们前往部落经过了四个月的学习与记录 二日在新北市西州部落举办了成果发表 呈现五个部落所面临的状况与议题 很多部落年轻人或者是对原住民议题 想要关心的汉人 其实我们都很从表面上去看到一些 展演活动 风延剧 其实部落很多的议题是很深远的 那有很多结构性的问题 我们希望借着这样子应对创造一个平台 让年轻人跟部落更贴近 由于学员们与部落居民相处的时间较长 也从中受益良多 还有学员因此更加深了对自我族群文化认同 他们对他们的历史过程也非常的勇敢 然后去对抗外来的那些种种 在这过程中也发现就是对于自己的那个族群认同越来越深 因为看到他们这么让自己就是这么的勇敢 这样就觉得说自己也找回自己就是对族群的认同 我很希望可以替他们做一些事情 可是有时候都会担心自己可能太自以为是 然后会做错这样子 所以我就希望说每到了一个阶段之后就询问他们的意见 然后可以再增加一些我不知道的 或者是我还要再思考的东西 部落扎根培训计划有别于一半四到五天的培训营 这次拉长到四个月的时间 希望学员们能够深入了解探讨部落问题 并以各种媒介形式将原住民族基层的声音 透过影像文章绘本等等的方式传播出去 借着我们做到拉鲁新美食新店采访报道 而花莲的部落大学则是举办了成果展 在同了祈福以及打击乐的演奏之下 为花莲县原住民部落大学的年度成果展揭开序幕 学员将语言文化历史用数位的方式记录 也借由成果展彼此观摩学习的成果 这一年下来其实部落也非常的用心 去重新建构自己的语言文化跟传统知识 尤其我们今年也把一些传统知识给数位化 所以这次的一个成果展主要是邀请 我们这次所有的来自于部落的学习的这些老师 或是学生能够在齐聚一堂分享大家学习的经验 波特大学在县政府的推动之下越来越有规模 今年将近有一千多位的学员 各年龄层都来学习与传承文化 这个部落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智慧 需要大家的传承 所以我们在今年我们特别看到将近一千位的学员 所以在部落里面 不同年龄世代的声音 不断的把经验传承下去是非常重要的 有鉴于部落手工艺命令失传 经过不断的开班授课 已经有不少来学习的族人 学习到传统的手工艺技术 而噶玛兰的新娘群就是在今年复制 不仅复制了一件漂亮的裙子之外 也找回噶玛兰族的图腾 我们知道的啦 这是我们传统的新娘礼服 那我们复制的话只是一部分而已 也想说我们都已经证明了十年 然后希望说我们的衣服不是只有黑白而已 透过我们这次的编织办呢 把我们的衣服是不是也借这个机会改良一下 就是也把我们传统的那个图腾啊 都呈现出来这样子 这次的成果发表会 不只展现了原住民族在手工艺技术层面的表现 更发展出部落对议题的关心 部落大学今年的学员也相较去年多了三百多位 越来越多族人愿意关心部落的议题与事务 接着感觉欢迎是采访报导 而花莲秀林乡公所则是推动部落手工艺成果展地点 在泰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的游客中心举行了 其实这是一个协助原住民族就业 还有培养第二专长的训练课程 花莲秀林乡公所96年开始举办传统染汁工艺培训课程 希望让泰鲁阁组的织布文化得以保存 以及培养乡民的第二专长 文化 记忆能融入在我们的作品里面 这个才是我们真正在追求的 我们在这个工作里面 我们有一份使命感 责任感 就是传承 湘公所培训泰鲁阁足织布工艺已经六年 也逐年增加其他传统记忆 包括皮雕 蓝染记忆 石液 竹藤边 串竹等等 湘民表示不仅可以贩售所作的作品增加收入 不过妇女也凝聚向心力 那我也受益良多了 也增进了我在缝纫以及打板方面的记忆 也相信之下 我的收入也增加了不少 这是最实际的问题 串竹老师特别教导学员制作一领项链 这是标准传统泰鲁阁足婚嫁用的嫁妆 如果他的女儿要嫁出去 一定要用这个项链 给他们作为那个像礼品一样 像我们现在的那个黄金 为让更多人可以看见学员所创作的成品 湘工所也在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 游客中心特展室举办成果展 感触到12月16日 欧洲的信债危机迟迟迟无法解决 很多深陷债务风暴的国家 经济都是在谷底徘徊 意大利就是其中之一 很多失业的意大利民众 为了不在家里坐吃山空 就开始加入了有机农业的志工团体 前往乡间的农庄 从事有机农业的工作 意大利中部的托斯卡尼 也号称永远都美丽的景色 当地的乡间农庄 有一家人在志工的带领下 携手合作 帮助庄园的主人采收成熟翠绿的感染 没有薪资可领 但庄园的主人提供免费的食素作为交换 这种农庄志工的形态 在欧洲幸债危机逐渐恶化的同时 也越来越盛行 全球有机农业志工组织 是一个1971年发源自英国的非盈利团体 在世界各国都有合作计划 以协助农场生产有机作物为目标 意大利的经济饱受性债危机冲击 失业人口大幅增加 为了不做之山空 或在家当啃老族 许多意大利人开始加入这个组织 有人回到自己的故乡 跟农庄主人合作 以每天至少六小时的劳力 换取三餐跟住宿 返普归正 也许多意大利人 我许多意大利人 我许多意大利人 根据全球有机农业职工组织的统计 加入该组织的意大利职工人数 从2008年的400多人 到2011年已经暴增到将近1300人 当中也有来自其他国家的职工 踏城市里的工作难找 到乡间当农庄职工 抛开压力与农作物跟家庭作伴 付出劳力换取食素 已成了经济不景气的困境下 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生活形态 记者靳远圈报道 台东县推动劫酒运动 一年之内有97个人成功戒酒了 有人分享戒酒让他捡回一命 现在我看到有什么好吃啊 就是很嫌弃啊 很嫌弃啊 学台机 不是台机啊 不是台机吗 吃这个会想睡觉 真的啊 就直接吃 我说话 你说话 2009年8月8号的莫拉克台风 造成小林部落灭村 把家盖回来成为幸存者活下去的动力 小林仍在背负伤痛过程中重建 他们是如何找回记忆中的家 找回综艺路 12月5日 周三晚间10点 原师邀请您 与我们一起观察不同的生活现场 寻找原住民影像生命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部落二人组 这次的任务即将要漂洋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大片 保存完整的地下屋群 想知道地下屋的秘密吗 想了解住人在遭受天平台风 撞撞后如何重建的吗 那你一定不能错过 每周四晚上9点到10点 部落二人组 与你来分享 欢迎回到原始五间新闻的现场 观众朋友您喝酒吗 台东县推动劫酒活动 有戒酒般的成员现身说法 透过注射间的歌声感动了在座的每一位台东县民 和曾经努力戒酒的民众 尤其是在警方大力取缔酒驾之后 台东公共危险案件算是全国之冠 令人忧心 以致台东县政府从去年开始 以跨局出的方式进行戒酒及戒酒宣导 在731厂市的宣导中 戒酒专线服务打117通 关怀高度酒饮个案245个 转戒酒饮戒至638人 成功戒酒的有97人 酒驾意外致实降低了62% 从去年开始我们推出了无罪人生 一直到今年我们推这个戒酒马拉松 很多的民间的企业来协助我们支持我们 我们的目标很单纯 就是不希望酒精成为台东进步的半小时 一名在医师诊断干预化活不过半年的族人 在这次省府办理的戒酒竞赛中 他成功的戒酒超过140天 获得5万块奖金 他努力戒酒 身体也逐渐恢复健康了 我中心很多吃的 一碟药要来剪划 尤其是四碟 后来又来吃西洋 有一些劳工劳的方法也都是的 我一直去吃西洋 气色不错 要有真正健康的身体 因为你的路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 因为参加歌唱比赛 创伙的排湾主人朱淑娟也前来献唱 以及分享戒酒的经验 我们的主人如果真的要喝 就不要乱喝 偶尔喝没有关系 但是最好还是不要喝 台东县政府积极推动戒酒 以及和县纪内167家餐厅协定 成立待客轿车服务 目的是希望民众喝酒不开车 同时也将戒酒活动继续推行到各部落 期待降低因酗酒造成的家庭悲剧及伤亡 记者科特菲亚台东采访报道 移居都会区的原住民族人陆陆续续 成立各式各样的同乡会或是团体 目的是希望可以延续文化 希望下一代不要忘了自己是谁 从哪里来的 旅居基隆市的阿美族青年 就共同联署成立基隆市原住民族青年文教 发展协会 这是在基隆一个全新的团体 先来一段阿美族舞蹈 再来一段静歌热舞 几个年轻人在台上的精湛舞蹈 为基隆市原住民族青年文教发展协会的成立 大会揭开序幕 这是由基隆市都会区的阿美族青年 共同联署成立 颜事长表示基隆地区的原住民族人口 目前有八千八百多人 但是没有以青年为主的协会立案 所以就造集一群热爱原住民族文化 及热心供应的原住民青年 一起成立协会 我们的很多的原住民青年 都对我们的文化跟教育 都抱有非常的使命感 然后就是很可惜的就是 浪费了四五十年来 基隆都没有去朝这青年的部分 去推展我们各项的福祉 明年初寒假的时候 或者是在暑假 我们会先推动小朋友的这部分 小朋友的文化教育 或者是体验营成长营之类的 是先从孩童学生开始 而加入协会的会员一共129人 都希望能够透过协会 真正落实社区教育文化的工作 在过去来讲的话 其实不管是在地 可能各地区文区 我们要去成立一些 不管文化的一些发展 不管是在地社区的发展 或者在地教育的一些发展 没有一个背后的一个 类似这样的一个行政单位 来去支持 他说透过这样的行政单位 支持之下 我想说很多一些 透过一些比较自私的 一些不管是流程 或是一些人力资源 包括一些可能市政府 原本应该现有的一个 资源 能够被采用 李市长也表示 希望能够借由协会的成立 唤起基隆市所有青年 对文化及教育的认同感 协会在明年开始 会先从学童的交流 迎对开始 往后再计划 办理一系列的 原住民记忆演习活动 即注意教学 以及各项技能 演习及学术教育训练的 课程活动 希望能够传承及带动 社区整体的经济发展 让每一个青年都能发挥所长 文化部主办年度电视节目 剧本创作奖的颁奖典礼 其中有一位来自花莲县 除西乡白端村的布农族人 叶绿绿入围 而且他得到了佳作 主持人公布101年度电视节目剧本创作奖 短剧剧本佳作名单 一位来自花莲县 卓西乡白端村的布农族人叶绿绿的剧本 乌塞崖战魂得到了佳作 布农族写懂的他 热爱写剧本 也几乎都是写原住民族素材的创作 今年4月份也得到了新闻局举办的 优良电影剧本奖 这次获奖的剧本主要是描述西元1910年 布农族人跟日军抗战的历史 叶绿绿希望藉由自己的剧本 让大家认识原住民族 我只想要把我们布农族的 优质文化里面的保育观 土地观 爱情观 善态观 很多很多的优质的文化 放在这个剧本里面 让大家一起认识 我们布农族实在是非常优秀的民族 另外一位来自屏东的教育大学 文化创意产业副教授石柏俊 虽然不是原住民族 但是入围的作品 都是在描述平普希拉雅族的生活 在短剧剧本《血花热燃遮》得到了第三名 长篇剧本《浪花》得到了第二名 我想说呢 我们既然以前看的故事 都是什么《强力代谱》有《神鬼奇航》 那日本有《海贼王》的故事 那我们为什么不来写 我们台湾当地的英雄的故事 那也当然很欢迎 如果说有对原住民有兴趣的题材 大家能够来投建 只有原住民得奖的就已经有两届 其实已经算是原住民题材能够受到青睐 我们也是蛮高兴的 原住民族题材的剧本在这次的竞赛当中 推引而出 文化部也鼓励热爱写作 或者是从事电视节目的原住民族人 多多参与 既然来说 马耀台北市采访报道 农委会宣布 明年开始改变修耕补贴制度 修耕农地一年之内至少必须复耕一期 政府才可以给农民补贴 这主要是考量就是农地修耕太多 不但造成竞争利落后 荒芜的农地引来病穷害 也会影响临近的农地 这是农委会的观察跟强调 农委会强调 新制度渴望活化农地 地主以后做一修一 听听看农委会的说法 我看错了 一年里面都没有生产任何的作物 那我们这个政策 从明年开始希望 不能够连续修耕 一年里面至少要耕做一期 不过这个制度跟现行的制度 就大不相同了 农委会强调 新制度目的是希望可以活化农地 地主以后做一修一 希望也可以把土地租出去 总收入不会比修耕的补助少 另外农委会针对工作有机作物 有配套补助 希望这些新的政策 可以让农地充分被利用 不过这个制度引起许多农民的反弹 台东成功镇的比希利安部落 也就是翻译成汉文 就是白首帘部落 它是一个以捕鱼为生的部落 人口外流相当严重 近年来社区发展协会 积极的发展部落观光 例如包包谷 就是其中一个卖点 如果青少年热气的表演泡泡谷 正是东海岸沿线 湘镇唯一拥有敲击业务的部落 让人有耳目一心的感觉 比希利安部落人口 约两千人左右 但外流人口严重 如今留在部落的人口 约占一半 就越机会少 是人口外流的主要原因 除了认真地面对部落发展问题 积极投入于观光旅游的服务 美丽的环境 是部落推展观光的优势 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事业观光 然后可以放松 这家是可以放松 在部落有自己私人的那个民宿 对那现在协会也在慢慢推 就是一间一间去整理 那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接到背包客 或是观光客 这样可以睡觉的一个地方 部落人口最近一年有回落现象 服务兵役的Takura 愿意返回部落 也成为部落推展观光的重要成员 部落开始接待中国观光客 从迎接到达然解说 都由在地族人介绍 走进部落的文化中心 游客再度欣赏青少年的表演 然后认识及品尝阿米族的诗文化 这样的招待方式 成了彼其林安部落固定的操作模式 发动铁路电气化 明年即将开通 彼其林安部落表示 他们已经做好准备 记者卡特菲亚 郭六十台东 成功采访报道 来自中国贵州省的联谊会 到台湾进行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 不但要看看台湾的原住民族 来自中国的苗族人 则是表演了上刀山下火海的技术 看看这位壮汉 脚踩在尖刀峰上面 越爬越高 看起来非常的惊险 这是中国贵州苗族青年所表演的 苗族传统竞技活动之一 上刀山下火海 这是由中华两岸少数民族知识经济交流协会邀请 中国贵州省海外的一会 来台座巡回表演活动 中山堂一千两百个座位几乎坐满 今年是贵州表演团体第四次来到台湾 主办人也是立法委员的廖古洞表示 因为贵州跟台湾原住民一样有多元族群 所以在文化交流过程中非常多共鸣 不单是贵州省的这个节目演出 台湾这边也派出了三个舞团来参与交流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交流 不单单是两岸民众能够深度的认识 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交流演出 付向一个教学乡长 贵州省的苗族 布衣族 洞族 土家族 仪族 福老族 水族 七个族群都有成员前来 节目开场就是由三位苗族人头戴仪式 穿着水蓝色的传统服饰演唱敬酒歌 犹如黄鹰出谷的歌声嘹亮高亢 男舞者还下台针酒给观众们喝 拉近与观众的距离 还有多位洞族少女分布合音 在无败热色状况下 由领唱者模仿聪明鸟造大自然的主旋律 和声的部分映称完美无响的高低音起伏 和谐完美的音符赢得满堂喝彩 主办单位也安排了阿美独集赛德克组的乐舞表演 同场敬严 这场贵州省海外联衣会歌舞团的表演 除了在台北演出之外 也会致望花莲光复高职 以及台东大学跟学生 还有当地的居民互相交流 这是格伦五六台北市采访报告 全世界第一高峰 珠穆朗玛峰在过去被称为喜马拉雅山的圣母峰 那么挑战这一座高峰是很多登山者的梦想 不过多年来登山客也会这片净土留下了许多垃圾 当地的夏巴尔族的族人就青春了超过一顿以上的垃圾 高耸云端的珠穆朗玛峰景色优美 半个多世纪来已经有将近四千人成功登顶 不过每当春天雪融时 从直升机往下俯瞰 就会发现山坡上到处是垃圾 近年初当地夏尔巴族的登山好手 特地上山收集垃圾 将空氧气瓶瓦斯罐 破帐篷 绳子和靴子等气质多年的废弃物 用橘色垃圾 装了一袋又一袋运下山 总重达1.5吨的垃圾 接着就交给15位尼泊尔艺术家 他们利用一个月的时间加以改造设计 没想到他们真的能画腐朽为神奇 珠峰垃圾就这样摇身变成了75件艺术品 最近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正式展出 每件作品都令人惊艳 我认为这个作品非常有趣 我认为这个作品是非常有趣的 它是用来做这类型的艺术品 而艺术家不只期待外界欣赏他们的创作 更希望唤醒人们的环保仪式 这些艺术品将以15美元到2300美元不等的价格 让于有缘人 不过艺术家说艺术品有价 珠峰的生态环境却是无价的 要靠各界一同来珍惜与维护 剧展自会面报道 亚洲杯棒球锦标赛中华队在昨天 以7比0玩风韩国 今天晚间将跟中国队争夺亚军奖杯 稍后带您重回比赛现场 �genommen视频 任何事 亚洲游网 每一位 美国 翠美国 不�ims 花 之旅 又游戏 偷 they 花东地区发展条例通过 立法目的包括 政府必须要推动花东产业发展 维护自然景观 发展多元文化特色 提升生活品质和增进居民福祉 昨天对于花东发展400亿经费运用 有什么期待呢 11月19号 花莲进谱活动中心让名发声 瑞穗温泉特定区计划案 被花莲县府写进 东发基金400亿的规划蓝图当中 但万荣乡红叶圈 占温泉区三分之一面积 当地昨天表示 未取得知情与同意 漠视在地昨天知的权益 并且有八成左右族人 反对纳入瑞穗温泉特定区 11月20号 红叶圈多功能活动中心 让您说您想说的话 台东医疗资源原本就不足 有限的医疗资源 却集中在台东市区 南徽县只有卫生所和一些小诊所 当地一万八千多位居民 很期待有一家提供病床的医院 原乡地区的医病比例 及医疗资源严重不足 长期存在健康的问题 相关单位该如何解决 11月22号 台东大午乡大鸟活动中心 请听祖恩的心声 连接部落与部落 原地发声呈现在地观点 尽情锁定 你唱的第一句就让她感觉到 今天就是我要拿到卫免者 就很像这一件很红的那个 爱戴尔小姐的声音 如果你能够唱歌 有自己的风格 自己的style 我觉得真的是蛮不错的 我们每个人在唱一首歌 你按照你自己心里想要唱的 感动才是唱歌最重要的 欢迎回到原市五件新闻 备受瞩目的亚洲杯棒球锦标赛 中华队在昨天遇上了韩国队 最后是以七比零玩封韩国 到目前为止 押紧赛当中 日本队五战都胜 冠军已经到手 中华队则是力争亚军 昨天晚间在台中洲际棒球场 遇上实力坚强的韩国队 中华队总共派出四名投手 加上优异的守备 压制韩国队 不让对方越雷迟一步 加上第四第五局中华队打线大爆发 最终以七比零 玩封韩国队获得本届亚军赛的第三场胜利 而在今天晚间中华队将跟中国队 进行最后一场对决 希望可以至少把亚军奖杯 例如在台湾 大台北地区还有桃园区的原住民教会 则是共同举办的联合圣诞节礼拜 教友们唱着圣诞在美歌曲 还有许多教会诗歌 12月2日礼拜天是迎接圣诞节的 代将节第一个主日 北桃区原住民教会玄教王举办了 联合圣诞节礼拜庆祝活动 邀请了北区多所的教会参与 由盘安族 阿妹族 铺龙族 卢凯族 泰鲁阁族等教友 也呈现了各族群族语的诗歌来迎接圣诞节 圣诞节的一个属于基督教律的节起 分享给都会区的所有的原住民 对原住民来讲 这个节起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 是一个温馨的 而且是一个带来是一个希望 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氛围 带给都会区的原住民的同胞 基于联合礼拜活动凝聚了 在北部地区打拼的教友们 相互培养情感 并从活动中感受欣赏不同族群的特色 在这边有很多的族群不一样 那我会欣赏像不同族的歌声 一些他们的欢呼 然后阿美族的那个乐观的态度 那我们鲁凯族是比较保守一点 因为不同族群 然后那个 其实那种感受是很不一样 毕竟在都市长大 所以就没有太多的接触 就是自己 你看就像现在穿传统服装一样 就是会觉得很开心 很有这个荣幸 一年一次北到区院住民教友们 能相聚在一趟联系情感 也提前感受了圣诞节的温馨气氛 接着我们继续拉路桃园归山采访不到 的确过年过节很多人都想要返回自己的家乡 那么花莲县政府社会处就安排了一项社会急难救助金 住在外地有需求的民众 只要前往所在地的社会处或是火车站附近的派出所填写换票证 就可以凭证在火车站换取一张免费的举光号的车票 然后回到身份证上所登记的户籍地 要是车程超过四个小时还会提供餐费八十块 不过知道这一项贴心措施的花莲人却很少 又到了岁末年中返乡团圆的时候 但是要是没钱搭车或是皮包整个不见该怎么办 花莲县社会处有贴心的安排 真的有困难的民众可以评身份证 前往社会处或是火车站附近的风川派出所填写表格 就可以到花莲火车站票口换取一张举光号的单程车票 一年可以跟我们申请一次 那在这个申请的过程里头 我们会开立一个换票证 那他可以到火车站去换取乘车票 那如果说他的返家的路途比较遥远 那车程可能超过了四个钟头的话 我们另外再发给八十元的那个误餐费 这么贴心的服务其实是社会救助法里面的急难救助项目 其中针对流浪外地缺乏车资返乡者 当地主管机关得一起申请给予救助 一般民众其实并不知道 但也有人担心有限的资源会不会被人滥用 真的临时不方便的话当然是很好的福利 可是就你不容易举证 急难救助要就是要留给有帮助的人才有用 留给我们这种我们有在工作的话就不需要 县府表示早年穿制的发放因为是现金 所以常被有心人临走作为他用 并没有真的搭车返乡 因此从今年开始和警察单位 还有火车站票可合作 以身份登记的换票模式 让人无法换取现金 而从今年一月份至今 领取穿制的人数总共有62位 平均每个月有7人领取 县府呼吁社会福利资源得来不易 民众应该好好珍惜 记者温家凯欢联报道 台东关山镇的一位米农跟民间慈善团体 捐赠4000公斤的米 给南台东的大午金风太马里达仁香等四个香 需要帮助的家庭 台东关山镇从事稻米种植的黄正妇 和中华新年新工艺协会志工们 捐赠了4000公斤的米 以及各200瓶的沙拉油和酱油 透过大午分局要分发给南台东大午金风太马里达仁等乡 共470户的弱势家庭 其中包括独居老人以及低瘦路户 也有排湾族人投入于民间的爱心团体 担任资工的工作 我已经是属于老人 也是需要人家服务 因此有这个心来继续为大家服务 甚至扩大到整个区域 不分族群不分那个全国性的 但是我们现在的范围是比较宅小 因为人远不过 如果说别个地方要的话 我们都可以捐赠 不过其实除了民间团体的爱心之外 警方也都有马上关怀的行动 及时帮助需要的家庭 就业环境不是很好 所以这些比较中年轻人都到西部去工作 所以留下一些贫落的或是老弱户屋在这边 那弱势的家庭也蛮多的 那尤其我们园景深入在各部落 会主动发现这些弱势的家庭 爱心不分族群 公益社团在年终到来之际 纷纷捐赠物资到原乡部落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记者卡特菲亚Vlog台东大午采访报道 在印度的泰米尔纳德邦 当地的泰米尔族人的印度教庙语都习惯会饲养大象 庙方通常会利用大象来从事初中的搬运工作 或是进行宗教仪式 大象总是为人类服务 所以泰米尔人每一年都会将这些大象 带到一个度假村里面 至少休息几天放松一下 这里是印度泰米尔族人的故乡泰米尔纳德邦 每年的11月下旬至1月中旬 这里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内 都会出现专门交代大象的度假村 一次交代40多头大象 政府为了慎重其事 还特地请了泰米尔纳德邦的首席部长 就叫Lalitha 担任宣传海报上的代言人 地上有干净的沙子 大象用鼻子吸起 然后喷在自己身上 可以有效驱赶昆虫 还有一大堆甜美的甘蔗 饲料更是准备充足 度假村的工作人员会替大象挂上夸款装饰 不过不见得每一头大象都喜欢 这些大象分别来自全邦的多个庙宇 大象平日除了协助庙方人员从事搬运工作之外 在不少宗教遗事中 大象更是扮演重要角色 例如 大象摇动铃声以便召唤神明 还有在这场庙会中 这一头大象就在信众的宽呼声中进场 原路还磨砺人类扣头的动作 大象为当地的信仰 与日常生活提供许多服务 所以大象每年一次进入度假村 是难得的休息机会 大象在度假春期间 平日和他们朝夕相处的相夫 都会全程陪伴 此外这里也吸引不少好奇的游客前来参观 记者秋德正编译 我看到人好吃啊 就是很嫌疑的 学菜鸡 不是菜鸡 不是菜鸡吗 吃这个会想睡觉 真的 我就直接吃 吃这个会想睡觉 好 我看你一会儿 今天有温暖 他们一个驾驾车 在家中的6公顷 10公顷的台湾 我们的 我们不算好 我们的海里有浪风 对 我们的海里有浪风 我们的海里有浪风 在海里有浪风 海里有浪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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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里马恩 渡渠门 渡渠门 好 换买一下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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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你 不要 他不要 我不要 他在弓弓 不要 一些 大臣 不要 人 阿多 五十五 一塊 四十五 五十五 五十五 四十五 五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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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提醒观众朋友 今天开始东北季风增强 到了今天下午 台湾的北部跟宜兰会逐渐转冷了 南部跟花冬入夜之后 您也会感到明显降温 先为您整理今天下午的天气预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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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一个小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